What's up music 新热点 离开地球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你们非常有勇气 活动志愿们 请享受你们的旅程吧 星期一的晚上八点钟 我们现在要享受此刻的旅程 真的也差不多是50分钟的旅程 因为我们有 颜亚伦 嗨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颜亚伦 正在收听POP Radio的朋友们 我现在在稻草丛立 为什么 Why 我们今天是透过了FM91.7 在大台北地区 FM90.7在新竹 然后透过了网路的连线的话 是POP Radio的脸书的粉丝团 就同步的视讯直播 今天颜亚伦来 本节目我说过一向是做口碑的 我们真的所有的配备 都要给当天来的歌手 是最棒的一个状况了 也显现其实现在做电台 真的不容易 就是除了2D的声音之外 一定要给人家3D的多维度的空间感 你要不要录股 然后可以帮我们加薪 了解我缺钱吗 你的股票好厉害 没有没有不要乱讲 不要再讲股票了 我真的真的好后悔 那点访问讲股票这件事 今天是要讲音乐 你想要讲股票吗 没有啊我只想你告诉我名牌就好了 我没有讨论那么多 那私底下来讨论就好了 好的 今天最重要的是颜亚伦的音乐 是的 但我为什么会那么特别的费心 我从6点多5点多就开始C C到现在8点等你登场 你示范了没有 当然还没有 等一下我请你示范 怎么人那么好 你把我C这样这么一切 我怎么好意思不请你 用听的朋友们会可以知道 颜亚伦的最新的专辑当中 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构思的概念 用看的话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为什么在一堆稻草当中 其实要回溯到 圣诞节吧 对 圣诞节的时候 颜亚伦办了一个好特别的party 沉浸式的听歌会 沉浸式的听歌会 打开你的舞感 不管是听觉 嗅觉 味觉 皮肤的感觉 或是你的 呃 刚刚讲到哪些 触觉 我一直讲不出那个最后一个绝 Anyway就是 你会到了一个 好像太空舱的地方 那因为是摩登原始人嘛 所以这个稻草就代表你在一个很原始的地方 原始的太空舱 然后 做这个太空舱 我们要到土星去露宿这样子 然后到了另外一个空间的时候 这个土星 这一个空间里面会很冷 会让你感觉到有点荒芜 有点荒凉 那其实就在讲这个星球 即便到了一个荒芜的地方 如果你带着富足的可能灵魂去的话 你也不会感到孤单这样子 于是那一天其实所有的传媒 还有很多的KOL 或者是记者朋友们 我们真的就经历了一场 好棒的沉浸式的听歌 但那一天我没有办法去 所以呢 我就决定今天也要让在收看的很多朋友们 当天歌迷朋友们可能在海外的 对 看不到的 我们今天重新的复刻吧 沉浸我们吧 沉浸你们 沉浸我们好不好 好来 首先第一个呢 它真的是沉浸式的 它是在地下室 对 所以我今天完全复刻 对 我同事走进去都要戴口罩这样子 一定要 因为一方面是为了防疫 一方面也是为了这个地下室的空气 没有那么好 是 那你干嘛选地下室 沉浸呢 因为才会到不同的世界的感觉 对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 听到一开始的那种像机场广播的那种声音 也是你特别录制 对 也是那天的沉浸式听歌会的一个opening 对 我担任舰长的这个位置 然后是希望大家来做一趟心灵环保的旅程 因为其实到了那个地方之后 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手卡 那手卡上面会写一些 你们自己之前来报名的时候的一些心灵的烦恼 然后这些烦恼呢 我们会在字卡上面写一些回答 让你可以知道一个方向 maybe去解决心灵那个结也好 或是提供你一些思考的 不同的方式都好 让你在离开那个沉浸式音乐会的时候 有一个富足的心情 这些都是你自己想的吗 嗯 我们一起想的 因为我本来就很注重心灵环保这件事情 其实心灵环保在学术界来说 可能就是心灵的智商啦 或是心灵的帮助啦 这些的 很多人觉得那好像是 我生病我才需要 但是事实上 我觉得心灵环保应该是天天做 不单单是那一场的听歌会 你现在也希望透过你的这张最新的音乐作品 也可以传递到世界各地 是的 大家一起来心灵环保 所以其实这专辑里面的六首歌 都有给大家一个方向 一个像摩登原始人最终MV里面 画面呈现的是一个乌托邦的世界 很多人会觉得啊 那太理想太远啦 所以中途就放弃了 或是转了一个方向 我就过这样就好了 我很知足啦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 不要去放弃那个最后面那个目标 因为我们当我们没有去舍弃它的时候 我们才有往前进跟更好的勇气 跟可能 真的 那今天就请你再一次当舰长 好不好 在我们今天节目刚好也是八点到九点 也是差不多五十分钟的航程 对 请你重现那天那种很有创意 然后心里很环保的一刻 我尽力的可以帮大家重建那天的景象的 我就尽力的把它做到 你以为这有稻草吗 燕亚伦 怎么你还有准备什么东西 我们当然还有啊 我告诉你 还有牛吗 因为我们年稻草年了很久 我们怕一开始把特效做出来的时候 吼 吓到人 大家会看不到这些 我们放了很久的稻草 其实那天晚上 你一进到沉浸式的空间的时候 光线是红红的 我们马上让看到 我们视讯直播的朋友们 也有这样子红红的感觉 Oh my god 太用心了吧 然后为了这个小小 好强哦 很强耶 拼了吧 我们拼了吧 很厉害呢 所以 海外的严亚伦的粉丝朋友们 我就尽力的帮你们重建当天的那个场景 我真的要哭了 你不能哭啦 你要讲话啦 不要哭啦 不是啦 太感动了啦 才这样子就感动哦 才刚开始起来 你还有别的是不是 当然有啊 哎 好啦 请问 你问 我们戴着口罩 走进去这样子 红红的这种场域 就这样 然后就坐 我们真的是坐在一堆稻草间 对 我们是在这 听说我们的电台的音乐总监 也就坐在稻草间 对 然后HitFan的大主管也是坐在稻草间 是 每个人都坐在稻草间 对 然后是什么呢 就开始放歌了是不是 对 我们就开始第一首歌是 不安时的奶美会 嗯 对 然后 要先激起大家 沉寂在心里 或是封城已久的那种热忱 跟心愿 跟愿望 这样子 比方说 我随便讲好了 很多妈妈 都会来跟我们分享说 啊 儿女大了啦 所以现在不需要我了啦 嗯 常常会讲这种话嘛 要不然就是说啊 我都 为了这个家奉献了这么久 再回头一看 好像 想要做的是没做到 这样子 我就觉得很可惜 为什么 为什么要去 因为这些话而限制住自己 这样子 嗯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 重新的 不管你在什么年纪 什么时候 你都可以重新把自己想做的再重新拿起来 我分享一个 我妈妈的故事 嗯 就是在 呃近期我有鼓励她去 把她以前喜欢的水墨画 毛笔字 然后 想学日文 然后就一直鼓励她 你就去做 你就去学 他本来一开始就很 就是我不用啦 那个都是小时候喜欢的啦 现在不用了啦 但殊不知他去学完之后 他超开心的 每一次我回家里的时候 都会看到很多的水墨画在桌上 然后 他日文学的比我还要好 我因为我是常去宣传专辑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会一些基本basic的对话 但是我妈会有比我多 我这件事情傻眼 所以 大家不要限制住自己的能力 限制住自己的想象力 你要做 你就去学啊 没有人会阻止你 而且现在在这个年代 你想学什么 好像更容易了 嗯 管道更多 对 资讯更多 是 但大家是不是就愿意走出去哦 对 就像你这一次 你参与了更多的 企划 创作 是 歌词统筹的部分 嗯 要把自己那么累吗 不会 你觉得就是 所有的事情你都必须要 每一个细节你可能都要去 在乎啊 然后再去修正啊 很满足耶 很满足哦 真的很满足 就是 我还觉得自己 好像有点慢开始这件事情 嗯 对 但是也不一定啦 maybe 没有这些前面的这些挫折 我也不会真正痛定死痛 我觉得我想要创作 嗯 对 所以都不一定 我很 欣然的接受我的现况 那就从此刻我 能够多努力就多努力 对 歌词统筹是其中的一个工作 歌词统筹比较像是一种 嗯 我要跟词人去沟通 我想写什么东西这样子 嗯 然后这个 通常灵感都是来自于日常 比方说滤镜 因为我自己也是常被贴标签的人 嗯 然后我会感同身受很多 在网络世界也好 或是说跟我一样的处境的人也好 他们被贴标签的时候 他们 是想要撕掉吗 还是 他们也会用同样 judge的眼光去看别人 嗯 那我自己其实 好像发觉我也有这样的一个 小缺点 就是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我发现我有一些来宾 一开始他们给我名单的时候 会觉得啊 这怎么访 我好像对他们有那么有感觉这样子 但当我坐下来 认真的跟他们面对面访问的时候 我发现 人家根本不像我想的那样 嗯 他们可能更可爱 更有趣 更有智慧 然后或者是当他们分享一些 生活经验的时候 我竟然可以从中想 听到或是学到东西 在这一段 我觉得我满感谢这个节目的 就是让我知道了自己 投射了很多不对的思想 或是情绪在别人身上 这样子 但先入为主 或者是从以往看到的一些报道 或者是拿到一些资讯 去先预设一个人 这就无可厚非嘛 对不对 就是不是常常相处在一起的老朋友的话 我们总会 自己也想办法要 其实这个就是偏见跟主观的差别 我觉得偏见就是当你根本还不了解这个人 还不认识他甚至还没跟他讲过话 你就先给他贴上了一个 嗯 这叫偏见 你认为叫偏见 我觉得主 就是主观的话是 你可以跟他聊完之后 你衍生出的想法 我觉得那个比较有参考价值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就是 就是瞳孔有滤镜 就是这样出来的 里面就是大家会听到很多 像黑晶之前你热血的冷眼旁观他的可悲 就是在这个滤镜之前 你冷眼旁观他的可悲 好像在旁边的这个街友也好 你会觉得说 他一定是自己不努力啊 所以才沦落到街头啦 那也许他有别的故事 maybe他是很努力的凑钱 然后或者是想要帮谁家里出医药费 所以都沦落至此 这在于你也很喜欢观察 我喜欢 看人事物认识的不认识的 总之你很喜欢观察着 在你身边周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有一阵子我还觉得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特异功能 但事实上不是 你觉得看人准不准呢 如果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有的时候直觉 人跟人相处的时候 是直觉 对 以前觉得自己好准哦 然后 后来才发现那只是一个偏见 然后刚好中了 这也是一个逻辑思考的一个路线 好 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正好我想问了 专辑你要听歌会 对 你没有照着这个CD的曲续放吗 这就造成我们可能听到第一首歌曲 嗯 一开始对你啊 这次要做什么样子的曲风 嗯 开始会有一些台下这些音乐人或是传媒的想法了 是 你刚刚说到你第一首特别还放的话呢 那我自己要放的话 就在那天的时候 他的曲目的安排 嗯 也跟专辑是不一样的啊 对 是不一样的 嗯 是不安身的奈美会 跟摩登原始的人会不太一样 对 对 所以你反而先让不安身的奈美会出来了 因为他想要先点燃 嗯 想要先提醒 然后Latin House就是很容易一起动的 歌曲 然后你会先放下你的心房 然后我其实 是很想要从头到尾都参与在里面的 然后这首歌之所以会挑它 是因为它如果一旦动起来 我这个灵感是从我在去看别人的演唱会的时候 哦 很多时候我们去听演唱会的时候 我们都会插着腰啊 对 或是手插在胸前 但是有一次 听Coldplay不太一样的体验 他说相信我跳起来 那就是一个集体疗愈的过程 嗯 然后你跳起来就开始想哭 因为日常我们好常好轻哦 就把自己交给他们啰 对啊 就是一种是不信任感 然后一种就是 就是我有我的形象 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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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今天请你将你所有心中想说的话 想唱的歌曲都帮我们一一的导听 好不好 好 哎不过 我们那时候入场的时候 这时候严亚伦还没有出现哦 对还没出现 我们坐在这些 红通通的稻草里面的时候 嗯 你有没有在后面偷看大家 我在 我其实是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 对 然后等待 你只有等待 我只有等待 你没有稍微出来偷看这些人到底在干嘛 这样子 嗯 我怕别人起疑 因为空间没那么大 对 所以我就是在用偷 在用陪伴跟等待的心情了 对 好 我们今天就这样子来走一次 好 廣告之后会马上回来 好 欢迎严亚伦今天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而且我们试图呢 要创造各种不同的一个视角跟颜色 嗯 大家就请多多的担待一下 因为刚才是红色 红通通的感觉 真的就是那天我们去看 去听 新歌发表会的时候的一种气氛 对 大家可能暂时看不到帅气的严亚伦的面孔 多多担待一下 没错 那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进行 对 那天我们如果一进去的话 就会有一个这样子 好看又帅气的包包 嗯 它呢 日常呢 你可以拿来当作环保袋啦 嗯 但是里面也会有一些 刚刚讲到的手卡 有点像登机的感觉 我们真的就要随着你的舰长的广播的呼吁 我们就要到达了土星 嗯 然后你的歌曲会陪伴着我们 当时呢 报名的时候呢 会填写很多问题跟方式 以及你的心情这样 那这些卡片里面会有一些回应 这样子 然后刚刚俊昌哥说的对就是有一个登机卡 嗯 在那边 入境表格 每个人都要写 嗯 于是 此刻 听说只剩下最后一张空白的入境卡 哈 你居然有空白入境卡 我要你填 我自己填啊 对 我们想要知道你的答案 好的 这些问题都很有趣哦 好 我一一的为大家朗诵 严亚伦请你要 句实以答 没问题 第一题他要我们勾的是 网络就是我的命 没有网络的话会活不下去 yes or no yes 第二题 没有带手机出门会魂不守舍 会食不下咽 嗯 yes 我如果有所有的疑难杂症 都会去找google大神 去网络上搜寻yes or no no 哦真的啊 嗯 那你会怎么样去解决你生命当中 遇到的一些状况 嗯 会偶尔会查危机 然后偶尔会用 字典我还是会用 哈哈 我会用字典 部首的那一个吗 对 然后还有成语典我也还会用 你家有这两个东西 哎呦 然后瓷海也没丢 瓷海 对 但是好用也习惯了 天啊 然后我有一些历史书籍 比如说是历史典禁的那些东西 有时候我想到什么 哎我想想一下的时候 就去翻一下这样子 我觉得那比较好玩 然后新闻台也会是我 得到资讯的一个管道 这样 哎你下一次拍拍拍一下你家的词典 跟那些字典给我们看一下 好 没问题 一定会有很多使用过的痕迹 或者是你这翻阅的那样子的 历史感嘛 嗯 好我现在再请杨亚伦 一一给我作答的 就是当天所有的传媒进去 都必须要好好的 据实已达的入境登记卡 这题精彩了杨亚伦 哈哈哈 照片都不会修 就会直接po上网吗 yes or no 怎么样 怎么样 哈哈哈 自从你开启了行动支付之后 你会分不清一块硬币和五块硬币的模样了吗 我从来不用支付 蛤 我不用心动支付 真的啊 那你买东西怎么办 我分享一个经验 我在某一个平台用行动支付 后来发现信用卡有被偷刷的 哦 所以后来我就不信任行动支付这么多 这样子 我就会尽量能够使用现金我就用现金 哦 那么不要来登记卡 我们来开始进行搜包包的工作 好了 请把你的包包拿来 我们来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好几百万在里面 平常不买那些小几百万的 OK所以不用心动支付 再来 比起羊宠物更喜欢是像电子机啊 或者是动物森友会这样子在网路上的虚拟的宠物陪伴 yes or no 否 OK 虽然是地球人但是喜欢用火星文 否 嗯 在这一趟严雅伦的听歌的旅程当中 你会想要申请网路漫游吗 就是即便都已经在这个星球当中了 你还是想要跟你原来的那个环境 我的天啊我想耶 你想吗 我想 为什么 我前面我不能那个前后矛盾啊 你看没带手机出门会魂不守 死不下眼我都勾会了 嗯 而且第一题我也是 网路就是我的命 失去网路会活不下去 我也勾会了 我怎么可能在最后一题的时候骗自己 是齁 对啊 好 那你现在算一下 你有几个yes 有几个是 呃 会算是吗 对 会就是有几个 一二三个是 三个是 嗯 OK 如果勾选超过三个是或是会以上的话呢 就不予入境炎雅伦的新歌听歌会 好我们访问就到此结束 谢谢 超过啊超过不包含三个啊 超过有没有三个 以上 以上才包含 OK 好想 好想我数学这个 这个 常理有 你长一点就不能去炎雅伦的听歌会了 我告诉你 哦 哦 内容属实最后请签名 签名画呀 嗯 我有画名字 写自己的本名 你要写本名吗 对啊 吴根林 巨石一达 诶你看真的耶 我要真的给你们掌声 整个的宣传的团队 对于这一次的听歌会 从头到尾 真的就是沉浸式的 对 我带大家走了一次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才能听到你的歌曲 是的 是的 那这样的过程 其实 应该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 你有沒有具有 不被科技绑架的生活心态 嗯 对 也反映到在你的这张专辑里面嘛 包括你讲说 瞳孔 嗯 滤镜 聊天 大家的互动 是不是真人之间更少了 都在网路当中 那其实我想要 我想要提醒的是 我并没有 否定科技 也不是要排斥它 而且我们要用 什么更摩登的方式 跟科技相处 诶 对不对 因为像我们 方便到连外送 都是这么方便 对 然后但 但大家近期也可以看到 外送事件 啊 平船 平船 那为什么会这么暴躁 多一点同理心呢 嗯 或是更摩登的思维呢 我们其实就是在提醒大家这件事情 便利性 可能便利惯了 我们好像理所当然了 但你要知道那些都是 我们多么努力才发展出来的一套系统 那带给大家便利 并不是要去践踏这些 让你方便的人这样子 拥抱科技的同时 还是有一些很很原始的个性 或是一种真性情在当中 对 所以你们希望这张专辑 其实也以现在可能2020 跨越到21 嗯 用 十下很摩登的心境 你重新再去检视一些 我们很很原始的 情怀啊 或者发生的事情 对对对对 是你们想到这样 所以大家要摩登原始 是 嗯 你觉得你很原始吗 某种程度在 呃就是 情绪啦 或者一些感情的 我觉得这个原始有点 是比较挤出来的 他当然不是到远古时代的原始 而是 可能是20年前我对这世界认知的原始 嗯哼 对 可是我觉得 嗯 没有那么多网路 没有那么便利的时候 我们好像 更能够 听完一张专辑的主轴 看完一部电影 然后去探讨为什么我看不懂 又或者说一部戏 或是一篇文章 可能聊得深了一点 现在可能都不太愿意去聊 不太去理解 不太愿意去体会 嗯 很多时候我就看到那些 网路评价啦 那些电影的评价 下面的留言就说 看不懂难看死了 但是我就很疑惑就是 看不懂好像不见得就等于难看 哦 看不懂应该是 搞不好有一个地方你想不通的 你就去思考看看嘛 你给他一个机会 那也许他会带给你生命不同的启发 但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给 自己脑袋这样的刺激的机会 这样子 可惜 你会把一些你可能第一次感觉没有 那么舒服或良好的事物 你会给他第二次机会的人吗 会 会 嗯 因为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啦 比方说我很不想聊我的副业 但是 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些感触 就是 以前会觉得我不需要 以前会觉得这个离我太远 做声音我不熟啊这样子 然后 甚至是在创业的初期我都会感觉到 有点害怕 嗯 但实际认真的去做下去 投入之后 你会发现好好玩哦 然后 眼界更开了 懂得又更多了 知识 突然之间就多了一些 这样子 这就是我觉得生命有趣的地方 那像我开始创作这张专辑之前 我也是一直觉得 啊 你不可能啦 你不要想啦 你就是讲讲这样子 嗯 然后甚至会有一些投射 就说对面这个人 一定是觉得我是一个偶像歌手 这样子 那我就来看你写出什么东西 但是那都是我的投射 最终当我踏出那一步之后 我会发现啊 真的太有趣了 然后才感觉到我重新活过来的感觉 包括连山尼老师都称赞 都赞许你的创作的时候 那一刻是不是你又更加有一些力量 就是要帮你的这些 啊 创作可能曾经自己怀疑过的 但是 愿意open mind 就来吧 我要让你们听了 这样一个有趣的顺序 分享给大家 就是先找了山尼老师 就是 问他愿不愿意制作之后 嗯 当他答应之后 我才有勇气去找 Julia来跟我合唱 但你 确定想要找山尼老师的那一刻 你有犹豫很久吗 或者是紧张 就是啊 必定会啊 该不该要开始那一通 电话也好 或是一些讯息也好 要不要鼓起勇心传说 老师 我要来咯 嗯 这样子 拜托 这段专辑请你多多的 嗯 也不用不用说那么多 因为我觉得最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缘分也蛮奇妙的啦 就是在友台的这个颁奖典礼上 他担任颁奖给我的人嘛 他就在台上说 接下来我要颁的这个人呢 我也很想跟他合作 啊 然后但是我在后台并没有听到 就是我到前台领完奖之后我也说了一句我好想跟山尼老师合作 就是这样 然后当下我们就留了联络的方式 一直到我真正敢把东西丢出来给他大概半年了 你想了半年啊 不是想了半年是整理了半年 就是把这些歌整理好 因为我不想丢一百首给他 那也不对嘛 你自己要先有稍微的筛选或者是 对我要知道我要做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词里面的主持有没有贯穿 哦 否则他会看到很零散的 他又不是要来帮我做整体的NR 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歌是有想法的 嗯 就请他来帮忙最后的那个push的动作 对 然后将来这个整个作品呢 都可以很完整的呈现在乐迷的前面 是 这很重要也是你自己有了这个公司当中的第一张名片 嗯 嗯嗯嗯嗯 就又再一次像新人一样 很慎重的会把这张名片要交给所有的音乐人 或者是传媒的首相 说的太对了 真的就像一张 真的你每一次交出去的时候 你都会很在意 嗯 我觉得但是这个在意 不是那种在意别人眼光怎么样 而是 自己的东西到底到底有没有传达的对 然后有没有忠于自己 因为你可以从反馈里面听到 嗯 你可以从别人对于这张专辑的了解或见解去感受到 那有的时候 maybe是你自己的创作 但回来的东西也许是不同的 你就会知道啊 那个我可能没有做好 好我们还有两个阶段继续听他的创作 好 在今天台北的气温还是非常的低哦 不过我们在录音室当中呢是暖乎乎的 谢谢炎雅伦 谢谢 有这个稻草真的很温暖 哈哈哈哈 如果你刚才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 你用听的话可以听到 炎雅伦告诉你有好多他筹备这张专辑的故事 用看的话真的就是我们在一堆的稻草当中 这是那天我们去参加了炎雅伦的新歌听歌会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嗯 哇这些稻草 是不是最后拿抽奖可能很多人会要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从那一个活动把它拔回来的 拿过来的 就是第二次使用 第二次使用 所以家里呢 万一是有务农的朋友 如果你们家缺粮 就是动物们缺粮 欢迎你们再去拿去使用 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就是这样 在我们的直播的下面留言是不是 对 务农的朋友 好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进到一个非常红 整个色系都是红的 然后有点也看不清楚其他的伙伴的那个场景 舰长就广播 然后就开始带我们进入到你的音乐的世界了 所以刚才有很多的朋友就说 红红的乌蒙蒙的 就是那天你看到炎雅伦的感觉 不是那么清楚的 对 就是这样子乌蒙蒙的 但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房间 好 就是你在那边等我们的房间 对 我们已经到土星了 对 到达土星的时候 那整个房间就会是一片的蓝色 是 然后气温会非常低 因为那是离太阳星系 倒数第四还第五圆的一颗星球 对 那想必这个太阳光的能量就不会到达 大家一直会问说 为什么是土星 那土星是一个气体星球 为什么会想要登陆这样子 但是我在写这首 我们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 其实是用土星一开始这个两个字给人的感觉 荒芜 如果走在这个星球上面会激起一些沉 或一些土 这样子 如此荒凉 如此荒芜的地方 为什么能够感到满足 这件事情可以去让大家去稍微一起思考一些 环境所带来给你的情绪 跟你心里当中的那种情感的富足 你就觉得一个很大的反差 对对对对对 或者一个比较 会有一个省思跟觉悟的过程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外在的这些 才是影响我们心里快乐的一个原因 但是事实上其实应该是 Be happy than to have 这样子 你要先开心 你们歌词说了 土星看起来 听起来非常的荒凉 所以就不会有人跟你竞赛 也没有一些很仪式的social的 回到最简单的感觉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更加的聆听自己的声音 其实输赢游戏在现实生活中 是最消耗自己的 永远是想要比过别人 比别人好 这一类的东西 其实你获得的满足跟快乐好短暂 在收看我们live直播的朋友们 我们现在就到了蓝色的 蓝色星球 蓝色的星球 这个蓝色滤镜蛮可爱的 蛮有序的 有哦 我们也有在下重本在对于你每一个环节的设置的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在蓝色的这个房间等我们 对 我们那天是移动的耶 我们好累哦 我们又要沉浸 又要移动 我们要先被静下去之后呢 我们还要移动 还要再拿起来 对 然后转到旁边的房间 从红色的房间 我们有提供一些微酒精的饮料啦 嗯 因为 味觉也是其中一个感受 五感嘛 对 所以你就在那一个蓝色的房间 迎接着所有来参加新歌 的来宾 来宾 以及我跟你讲 我真的要做就做全 来 喂喂喂 大家好 我是舰长 严雅伦 如果你们有什么话想要写的话 欢迎你们跟着我一起拿着笔 把你们心情舒压在这个板子上 我们那天那个房间里面就有很多的镜子 为什么用 为什么用镜子呢 就是因为 镜子其实就是我们人 反射出去的 不管是 形象 情绪 语言 都好 它会回到你的身上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别人是我们的镜子 这个意思不是说 他会 去说我们什么 或是在意我们什么 而是你可以从他的reaction 去知道 你讲的话 是不是 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而且写在镜子上中 就有很 独特的一种 视觉的冲击 跟情绪的冲击啊 他有反射 他有对焦 我们最想要是那整片地下室都是镜子 但是碍于经费就没有那么多 你们炒少一点吗 就可以有镜子 不行炒很重要 炒最重要是不是 炒很重要 好那请问为什么 那时候我的同事 那时候我的同事到了第二个房间 会看到了 炎雅伦是拿着这个大声工在说话 你那时候的设计 你也可以拿麦克风说话 但是你选择了一个大声工 因为我们MV里面 用大声工去呈现一个意念 就是说 像我们公众人物都有话语权 因为我们讲话有人要听 嗯 radio也是有话语权的一个媒介 这样子 那我们要如何有智慧的运用我们话语权 是我 这一两年来 最大的心思 因为 我有一阵子 还蛮滥用我的话语权的 嗯 用的没有那么有智慧啦 对 但是 反馈给我自己的 我觉得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的目的跟我所达到的成效 好像不太一样 我的目的其实是想要跟大家沟通 我是想要传递的是 善良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反馈到我身上好像是 比较激烈的 比较对立的 比较不舒服的 所以其实我有去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在我们的摩登原神人的MV里面 你有看到那个人是拿着这个 用温柔的力量去把子弹啦 插在金鱼上面的鱼叉啦 或是撞倒石虎的车子啦 那些paparazzi啦 用这个大声工传递出来的声音 变成花朵 然后变成爱这些动物 或是澳洲的大火就这样不见了 这才是我觉得善用化语权的这个异象 我想要在沉浸师的音乐会面 去呈旋的原因 大声工真的好具象耶我觉得 因为很难把声音具象 但是又有力量这样子 而且包括你使用它的时候的那个姿势 或者是那种 我觉得体态 它真的就是一种语言的power 我觉得好直接喔 我为什么已经习惯这些事情了 我应该可以拿下来吧 没关系拿下来拿下来放着 可是你刚才有讲到了 你会开始觉得以前的使用 话语权或现在有点不同 代表你也成长啦 很多事情你有不同的思考 或者是不同的一些安排使用 不同的思考 我倒不觉得它一定是成熟了 或是长大了这样子 对 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换角度去思维 在搭配着这些歌曲 在网络当中 已经有好多朋友们 在回应着说 好怀念有些人好像那天有去参加 所以看到我们这样子设计的时候 好像就如同再次的惊异了 那一场的听歌会 所以当你这样子设计 我们听的这些歌曲 包括像刚才那首 我们聊到了 从跟朱利亚的合作 再到土星的话 你希望那天我们去听的人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呢 你们有先预想 我们预想的是 当我们大家一起进到 这个蓝色的房间的时候 是已经是很放松的 然后可以去感受 不管是辽宁啊 或者是说土星啊 然后到最后的火种之人 去把你点燃新的能量的时候 这是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 不管是你的紧绷的神经 你的肌肉 你的思想 去相信这个环境 给你的安全感 去大胆的把你的不舒服 丢出来 那在那个房间里面 是希望大家是相信这些秘密 是可以保留在那个房间里面 嗯 所以这首歌曲就有一种 好像宁静感或安抚感 嗯 带你转换到了一个不同的场域 对 你重新的将自己 解释了 才能够会有更多不同的一些想法 或是见解 是的 听起来是很 我觉得很宁静的感觉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裹足不前 或是 一直 自己的循环里面 那都是因为自己 不断的不放下 过去的思维 或是既有的思维 应该这样说 嗯 你也会把很多过往的一些经验 或者是你说的 想好的那些逻辑思考 会在自己的身上 重复的一直出现吗 有啊有过 会被帮助吗 会啊 就是我在说的 我那一阵子就是常常 一直不断的在脸书上 就是 发言 对 然后 哭了我的 我们前公司的宣传部门 哈哈哈哈 欸 但是 对啊 种种的都是 让我自己去思考自己 嗯 就像刚才一样 到土星 露宿之后 2021年开始 嗯 又是一个全新的旅程 对啊 尤其是去年 大家也没那么舒服 压力那么大 好像也不太需要再用这么苛刻的 视角去看这个世界 是 嗯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另外一首歌曲 辽宁了 嗯 这首歌蛮妙的 剑长还有没有什么要导听的呢 赶快造福我们这些在收听收看的朋友 那些 这首歌 创作的来源是一首 一幕影集里面的 阳台上面的一个长镜头 两位男女主角呢 呃 经历了一整天的狗屁刀造的事 其实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 主管骂你啦 东西没交代好 小小插撞了一下自己的车啦 种种的这些 但是回到家里 这两个人却可以用富足的心去面对彼此 就一瓶啤酒 喝了一小段时间 喝完之后 随着这个瓶子酒瓶砸到 砸到那个停车场 阳台外的停车场 一切就严消云散 回归宁静 然后彼此也相视而笑 这当中这个镜头 一句话都没说 就是在在的是希望提醒大家 心灵的富足是多么重要的 歌词当中那一句 我觉得好打动到我 嗯 最美的沟通是不发意 对 这代表这两个人的心灵 要到底有多契合 他才可能是从眼神 嗯 或从一个动作 就会知道 你要的是什么 或是你讲的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太 太那个境界太高了 代表这个两个人 真的一定要有互相的了解 跟 嗯 境界太高 我会觉得如果啦 如果这个人是愿意跟你 在生活中的困难一起度过的人 嗯 我觉得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程度 对 就有没有那个心 就太多时候我们就是 哎呀 两个人在一起就开心就好了 然后一旦开始觉得累了辛苦了 不开心了 好像就可以分手了 离婚了分开了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个 比较难达到歌曲中想要带给大家的那个目的地这样子 嗯 所以歌名的英文版本也很棒啊 Talk in silence 哇 在这种沉静的状况当中 其实是有一些讯息是可以流通的 对对 我要特别来播放这首歌曲 请大家一起来听 同时在听歌的时候 我要请你完成武装的签名派利德 哦 好啊好啊 你要在稻草堆当中完成签名派利德 没想到我还要做这么偶像的事情 哈哈哈哈 开玩笑 你是实力跟偶像兼具 不要这样子 我要造福所有我在收看的朋友啊 好的没问题 我们听着这首我好喜欢的辽宁 请你完成武装的派利德的拍摄之后 签好名 我们到时候会送给所有正在收看 POP RADIO粉丝团的朋友 我今天让颜老人要多讲点话 因为好难得终于等到你来 听歌的机会我们日后再帮你用力的播歌 好 那今天当然就是要还原那天听歌会的感觉 OK 那也就着你的歌曲的曲续 我们最后一首呢来到了火种之人 嗯 我们还有一个项目还没还原的 我们此刻要还原 好 到最后面还没做到的 那个眼镜对不对 对 第一个 其实那天颜亚伦有发给大家很独特的眼镜 眼镜如果戴上去的话呢 就会是这样子的感觉 直接眼镜 直接眼镜 对 有没有 就像霧霧的感觉 它会分离出 呃光光谱里面不同的颜色 对 以及在当天会有两位 Dancers 在现场跟着我们一起舞动 我们今天要还原当天的Dancers 哈哈哈 叶亚伦我要做就做到最极致 Dancers请进快点把握时间 跟随着火种之人的乐曲 太厉害了啦 自己拉回这边 我ok 我ok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世界很奇妙的地方 你不要太坚持 当下你觉得是对的事情 或是当下你觉得我就只能这样做 有各种可能啦 请你继续的对着你的音乐 或是演艺之路呢 充满热情的火焰 好的 好不好 六首歌听不过瘾 期待着会有更多属于你的精彩的 词曲的统筹啦 或是概念的统筹啊 诶我们在live直播 你就把你身上的暖暖包 这样拔出来 因为太热我已经快烧起来了 火种之人啊 你就火种啊 有办法 too hot 诶我们这影片会一直放着 不会卸下来的耶 没关系 没关系 还我没关系 真的很烫 必须要说 我刚刚一直想说 为什么你们暖气这么强 我才发现我贴了暖暖包 我八点节目开始前 你不拿掉 现在八点五十五分 你要走的时候 你现在才把我暖暖包给拔下来 傻眼 好啦我待会再贴上去就好了 我不会把垃圾留在这里了 没有你还陪着我们一起收稻草 然后收所有的经验 我刚刚以为我只是讲讲 我们没有跟你讲讲 炎亚伦讲话是有讲讲的吗 没有啊 我有个称号叫说说歌你知道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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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但是真的要给你这张最新的这种 迷你专辑呢 最棒的鼓励 谢谢 很多的诚意 音乐的实力 跟一些想法都在当中 现在听歌的管道有很多 大家可以持续的透过不同的电台 或者你珍藏了 或者是在网路的这些 电台上 都可以听得到 可是今天听了好多 炎亚伦所说的故事 嗯 也许有些朋友们也是认识了 不一样的 或者是像你说 更 突破自己的一些 原来的主观意识的炎亚伦 音乐路当中 他很诚实 他很热情 继续的往前迈进 谢谢你来咯 谢谢 谢谢哥 我们十点钟的时候呢 会来进行签名拍立得的赠奖游戏公布方式 听着火种之人 我要欢送又把暖暖包贴上去的 我要来收稻草了 收稻草了 谢谢你咯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节目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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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